大家好,我是AJ,欢迎来到ACG趣闻录 那是个寒冷的夜晚 一名长发少女与短发少女相约见面 想谈亲三角恋的纠葛 在一段争吵后,长发少女说 不然你问问她本人如何 但在场只有他们两人,以及一个背包 短发少女打开了背包,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今天要来为你介绍 ACG界最广为人知的血腥恋爱名作 School Days 那么节目开始前我们先进一段共商时间 本期节目由卡丽丝传说赞助播出 玛雅这什么可爱的生物 在这结合了特殊光影渲染技术的疗愈系驯龙RPG中 一个会将成为古老的兽龙士家族的继承人 在亚龙随处可见的艾卡迪亚王国里冒险 和旅途中遇见的龙兽并肩作战 让这些又大又可爱的家伙成为伙伴 在成功孵化或驯服龙兽后 他们就会时刻陪伴你旅行,采集素材,寻找宝物 完成兽龙士第二次进职 便能解锁更高阶的龙旗伙伴 让你在战斗与探索更无往不利 不只如此你还可以加工会钓鱼烹饪 或是买一个大房子大家一起开趴 而在初始职业的选择上 有远程的攻守法师 以及攻守兼具的万能武者与枪盾战士 也有简单的捏脸系统和丰富的时装造型 同时每天都可以在工会的猎团园优会 与猎团的伙伴们一起猜拳跳舞 喂你的龙龙吃饭 想与这些可爱大家伙一边种菜一边悠闲的生活吗 12月16马上约卡丽之传说 展开属于你的迅龙物语吧 伊藤城就读神野学院一年三班 父母离异的他与母亲同住 在高中入学时 他注意到了隔壁班的女同学 贵炎夜 由于两人都是搭乘电车通勤 他渐渐的对炎夜保持了好感 并偷拍了炎夜的照片 因为在神野学院里流传着一个传说 把喜欢的人的照片当成手机桌布 而且三个星期没人发现的话 两人就能在一起 但就在陈决定实行计划的第一天 就被灵桌的《西元寺世界》给发现 因为害他破功的关系 出于歉意 世界决定帮助陈撮合他与炎夜 在世界的助攻下 陈和炎夜也成为了情侣 但两人的第一次约会并不顺利 在看电影时 陈觉得气氛不错 强行握住炎夜的手 但他不知道的是 炎夜有轻度的男性恐惧症 对于这突然的举动 炎夜当场给了他一巴掌 两人的约会也在尴尬中结束了 在初次约会 因猴急而失败的陈找上世界寻求帮助 世界便以练习和女生交往的名义 邀请陈去他家 开始了两人的秘密练习 而世界其实也对陈抱持着好感 就这样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从练习握手到亲吻 在青春期荷尔蒙的催化下 最后两人发展成了肉体关系 世界与陈越来越近 但炎夜依然是他名分上的女友 某天两人在天台上亲密的行为被炎夜给发现 而因为有了世界 陈也越来越冷落他 不久后炎夜决定到陈家谈谈 并问他文化纪要与谁跳舞 因为世界与陈是被班上误认的情侣 炎夜想要在文化纪上证明自己才是正牌女友 但却发现世界的鞋子就在玄关 他人正在伊藤城甲中 察觉了两人有奸情的炎夜在楼下等着 世界出来后当场给了他一巴掌 两人正式决裂 文化纪渐渐靠近 在决定跟谁跳舞前 世界不让陈碰他 另一方面 炎夜很积极要陈跟他一起跳 到了文化纪当天 都还没犹豫完 陈的国中同学 加藤姨女 再也无法隐藏自己的情感 突然杀了出来 在小房间逆推了伊藤城 没想到这一推陈就像是喷出了烦恼一样 脑袋瞬间清醒 决定与世界共舞 但看见此景的炎夜直接崩溃 成了行尸走肉 文化纪在小房间被逆推时 其实被偷拍了下来 世界看到后远离了伊藤城 此后 陈哥化为人形自走炮 陆续推倒了各个女配角 完全不理会世界与坏掉的炎夜 但没想到 世界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 隔天 他到学校告诉了伊藤城 而他一直闪避不负责任的渣男态度 在整个学校传了开来 炮友们都离他而去 此时正是圣诞夜 不想面对世界又没有其他对象 寂寞的城遇见了已经黑化的炎夜 就这样 他们俩又在一起了 不久后 知道两人关系的世界 马上冲来还炎夜一巴掌 但这一掌 也换不回城的心 世界回到家后 甚至还传简讯叫他去医院堕了 隔天 绝望的世界看似冷静的到伊藤城家中与他谈谈 趁烧水的同时 世界传了封简讯 被简讯声引到房间的城 疑惑的看着讯息 上面写着对不起 永别了 转身后 世界拿起刀刺向了自己 在他一声声的呼喊下 他依然没有停下手中的刀 城的瞳孔渐渐放大 死在血迫中 回到城家后的炎夜 马上就知道是谁做的 便用城的手机传简讯给世界 故事回到了开头 炎夜跟世界相约在天台见面 把话说清楚 一段争吵后 炎夜暗示他 不如问问城的想法如何 他就在这里 世界打开一旁的包包 里面放着的就是自己刚刚杀死的伊藤城的头颅 随后炎夜亮出了句子 世界也拿出菜刀 但炎夜的手更快 压制住了菜刀 另一手直接杀了进去 随后剖开了他意味深长的说 果然是骗人的啊 之后炎夜抱着城躺在船上 船只缓缓飘向夕阳 终于只剩我们两人了 刚才提到的其实是SquordaceTV版的剧情 Squordace原作是由Overflow 于2005年发行的传承色情游戏 在那个Gail Game风行的年代他做出了极大的差异性 那就是全剧情都有动画演出 有别于常见的用插图或者近年最常用的Live2D 玩Squordace就是直接在看动画 连色色的部分也是全动画 就现在来看也是一款不简单的作品 而玩法上就是很标准的在对话中做出选择奏向分歧路线 所以当有人说好像看过Squordace不同结局 有很高几率其实是看到了游戏画面 而Squordace全动画的表现加上血腥结局 在当年也掀起了讨论 让Overflow公司获得了大量的关注 Gail Game竞争激烈的那个年代也依然获得了不错的销量 并在2007年推出动画开拓了更大的市场 从维基百科的资料可以查到 Squordace每隔几年就会有跨平台新增语言高画质等改版推出 直到2020年还有推出HQ简体中文版 在小黄油网站DLSight就能直接买到 由此可见Squordace这个IP还真的不简单 而在之后当然也推出了续作 以世界的好闺蜜金普刹那为主角 描写夏日时光的Summer Days 补充了Squordace其他人故事线的Cross Days 不过后续的作品就没有如Squordace一样血腥黑暗了 而聊到Overflow就不能不分享一个有趣的设定 他们公司旗下有着许多HGAME 而其中藏着一个真正的大魔王 我们最广为人知的主角伊藤成 也是如少年漫画主角般有着禁忌的血统 如果伊藤成被称为人渣成那他的父亲 泽月子就可以说是人渣中的绝对王者 我们先上个人际关系图 简单来说你看到任何有女性的地方 旁边几乎都有个绿色的名字 泽月子 他整个人干穿了Overflow宇宙 他们家的游戏角色都跟他脱不了血缘关系 而泽月子的其中一个儿子坚顺 也就是伊藤成同父异母的哥哥 跟伊藤成一样继承了这进段的血统 他是西元寺世界的父亲 同时也是亲谱刹那的父亲 所以说诚哥实际上是跟自己的侄女发生了关系 伊藤成这种自走炮的特殊能力 其实可以说是一种血迹献戒啊 另外Score Days的原作游戏中 并没有一个结局是跟动画一样 但动画的结局很大部分是参考了 先写之石墨和我的孩子这两个bear end 连诚哥被捅时的歌曲悲伤的笔端 也是出自游戏的bear end片围曲 算动画以血性的结尾广为人知 但原作中如此血性的结局其实也仅有四个 游戏本身有多达二十多种结局 有大家都快乐的双飞结局 也有炎夜跟世界各自的happy end 以及各女配角相关的结局 还有各式各样的色色结局 以Edge Game来说是相当丰富啊 为什么伊藤成这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少年能到处打炮呢 也真的没为什么这就是一款成人游戏啊 你看A片也不会那么计较 男主角为什么能跟漂亮女优打炮啊 撇除渣男这一点 伊藤成其实本性不坏 成绩优秀也乐于帮助同学 但他得到了overflow最强自走炮 折月子遗传的渣男邪迹线界 加上这是一款Edge Game 无数的诱惑让他不断遇到各种困难的抉择 伊藤成面对男女关系时的优柔寡断 不懂得拒绝也不懂得放手 遇到麻烦的情感纠葛就先摆到一旁 这样软烂的性格让伊藤成一不错不不错 要我评断的话 成哥其实没那么糟 但这个世界让他获得了太多他不该拥有的 才导致他走向各种毁灭的结局 Score Days有一个名为Nightspot的谜音 源自于2007年9月19日 原定于神奈川电视台播放的Score Days动画最终回 因为金田边景观杀害事件 电视台无预警的把动画画面 替换成了风景美丽的船只行驶画面 而在著名的外国论坛Fortune上 就有一名网友对着画面上的船给出了评语 Nightspot 而巧合的是 最后一集还正好是演绎了城市船十项细昂 Nightspot瞬间在日本宅圈爆红 成为了新的迷因 而圣诞节看Score Days的传统 其余网路电视台阿伯玛TV 自2016年开始 与每年的圣诞夜特别企划 Christmas恋爱动画SP 会播放Score DaysTV版 并称其为适合圣夜的恋爱动画 是一个充满恶意与恶搞的企划 从此看Score Days成为了宅宅的新圣诞夜活动 而这项活动也与时俱进结合了VTuber文化 2020年12月24日 Overflow让Score Days的女主角贵妍夜VTuber出道 并进行同步试听Score Days的直播让他亲眼目睹 撑劈腿的场面 而VTuber贵妍夜的宗之人 一样是由动画原生幽刚导妙来担任 但在除配性时就因为建模粗糙 导致角色变形 头型忽大忽小略显尴尬 更一度脖子拉长如同场景妖怪 但反而因为这样引起了大量的网路话题 就结果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企划 至少我是知道了 而在2022年7月另一位女主角 西元寺世界在原生幽 和原木制碎于Overflow取得角色使用许可后 也以VTuber形象出道了 与作为Overflow官方宣传VTuber的贵妍夜不同 西元寺世界是自主发展 直播企划更多元也更频繁 还常与贵妍夜以及其他VTuber进行联动 世界语言夜可以说是比一般VTuber 更接近二次元的独特存在 也期待每年圣诞夜 又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呢 从Squadase可以感受到 Overflow是一个很会炒话题的公司 全动画制作的Edge Game 配上意想不到的血清结局 以及TV动画的传播让Squadase 不论在亚洲还是欧美 都有着超高的知名度 观看Squadase甚至成为日本圣诞节的宅活动 虽然能感受到Overflow在这几年 美少女游戏示威下 也渐渐没推出什么作品 但依旧努力的挤出一点生命力 偶尔还是能看到Squadase又搞出什么话题 真的是让我佩服 只能说当年这个炒话题的制作方向 还真的没选错 至少以上业角度来说 Squadase绝对是一款成功的Edge Game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还喜欢这种有的没的介绍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AJ 我们下期再见 喵喵喵喵喵喵